歡迎服務模擬協議學生 今天是第十八天 不過這個條例的協商 一樣是無結果無共識 學生的今天表示 在會 國民黨 同意先立法再審査 如果沒有學生 絕對不會提到 疫苗也會在議長裡面 各自開人民議會 要來審敏感辦的 任何協議 感到條例 在今天下午 學生就要先到 國民黨執行長 立委林峰 在幫救的選區 要去在那裡本選團團 要讓民眾了解國民黨立委的作為 包括前國民黨黨團總書記長 林德福 黨籍立委吳玉森 出國學生領袖林非凡也要選擇 也在將在議長來 成都當路和在南路行程 調整人民會期分成六十所 只只有一千五百人以民主心的方式 心去民間辦的 任何協議感到條例 歡迎學生理會也來參加 來共同審議 這個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政院版跟民間版 我們會在禮拜六開始親自召開人民議會 我們也在這裡宣布人民議會 作為這個延長加賽 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 記者綜合報道